好那之後就到我們的navigation bar了 現在我們先去Indexlextreme 你會見到body一開頭就是nav navigation bar的內容 其實絕大部份能打好給你了 我們未打的那個位置其實就是那個navigation contact裡面的三顆按鈕 它是UL來的所以裡面的就會是LI OK那LI裡面就會有它的名字 例如一開頭那個是platonic的多邊形 OK那當然這些LI不是就這樣 我們要給他一些class名的 第一個我叫做nav menuitem 這個是class名來的 三顆按鈕都會share 它會做一些屬性的例如那些 你看看結果先 那個menu bar 有些線啊有些字形啊 那這些我設定好給你了 所以要給他個class名 然後另外每個獨立一顆按鈕的顏色都不一樣 所以我就會給他多一個class名 叫它item red 第一個是紅色來的 OK那這一行曲我把它copy and paste 三次 哎呀 好幾個位置先 OK那第二個是clone 然後第三個是cube 然後呢 它的分別就是這裡 item這裡 一個是green 然後下面是blue OK save它 然後你過去的網站都refresh 你就會看到這三顆按鈕 其實我走了出來 不過它搭了在面上 OK 然後解釋一下menu bar的結構先 對啦打完了HTML的位置 這樣 那你看到一個為什麼這樣一層包一層呢 我們慢慢看一下 NAV是最外層來的 裡面就有一個叫做navigation wrapper的東西 然後這個wrapper呢 就裝著一個叫navigation top的物體 然後下面我縮小 就是剛才我們打的ul 那所以它的結構是最外層 然後包著一層 那裡面再有兩塊東西 那裡面呢 那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那個menu仔和那個三塊東西 那其實那個結構就不是很複雜 那我們畫公仔這樣去看 我開了個結果出來 我按開個menu 好 那我們看下 最外層其實就整塊 裝著這塊黑色的東西 就是nav OK 好那nav 為什麼我要多開一塊這樣去裝著它 原因就是我按close的時候 為什麼下面的東西會不見了 但menu這顆鍵其實還在 其實原因就是我正在改變什麼 如果你待會打曲時你會看到這個NAV現在只有這麼高 150個pixel 打完數字就知道了 然後當我按了Menu按鍵之後 NAV會變成這麼大 Fullscreen那麼大 好 那這個就是NAV啦 那NAV裏面為什麼我要再開一個rapper 這個NAVrapper其實就是現在你看到黑色這個東西來的 為什麼要這樣去做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要調校高度的時候 我們會移動到下面這些位置 所以我們要特地加多一層類似Mask的物體 當Navigation bar close的時候 其實這些只有150個高的時候 下面這裡本身的按鍵就突出了 其實某程度上就好像隱藏了 但它的位置是沒有移動的 其實我們純粹肉眼看不到它是存在的 所以其實我們正在改變NAV的elements的高度 而裡面這個NAV wrapper黑色這個東西 其實它是一個固定了的版面 它不會再改變了 所以這些就是永遠在這裡 但為什麼你會變黑色 其實背景顏色我搞一個黑色 就是你按鍵的時候黑色 你close的時候黑色變透明 你稍後你可以試一下這曲的 你稍後改走它的背景顏色 你保留著它是黑色的 它就會變成一條巴在上面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分兩層去裝著它 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之後 NAV top和NAV contact 其實就是這個 還有下面這裡 兩塊的 就是它打橫這樣斬開的 上面這裡因為掣長期都要似在頂上 下面這裡是個flash box 這樣就打直到flash box 這個就是HTML的結構 看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收拾一些CSS 和JavaScript去弄它 回到我們的網站 那你會看到 我們現在先處理了Menu Items 這些 凸出來的 那先做它的好處是 我們不需要每次按Menu 等它打開再看這個Effect 反正它都彈在這裡 好 那現在看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我把按鈕放上去 它是一個i字 它不是一個手 所以我們首先要處理這個部分 好 我們過回到我們那些曲 那裡 它是CSS的部分 然後你可以去找 Navigation Menu Items 就是我們打那個位置 就是HTML打了那個位置 好 好 接著我第一個做的 就是我們要設定它的Cursor OK 所以我就會在下面這些空白位置 你不喜歡的留言 你刪除了它 那我就會用Cursor CURSOR 然後你可以設定很多不同的樣子 那這次我會用一個樣子 叫Pointer OK 然後我Save它 其實就是這隻手 所以我要Refresh網站的時候 我把MOS放在這些DIV上面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它變了一隻手 那這個就是我們第一部分要做的事情 好 接著我們就要 它有些顏色彈出來的 是不是 那首先我們偷看一下它的原理 我過去將完成品的網站 我右邊按它 我按Inspect Elements 你按一下Menu 好 Menu在這裡 那你看到它打橫動 那其實它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怎樣去做這個Effect 那你可以用這個 你可以按這個 按這個 按一下它的Style 那其實我等一下會用什麼 Properties 其實我在Anime的其中一個屬性 就是叫做 Background Position X OK 那在說這個之前 我們剛才提過那個 什麼Background Clip 我把它關掉之後 你就會看到 這個就是WebKit Background Clip Test 我把它剔走它 一剔走之後你就會看到真身 那其實是這樣的 後面它的背景 就是一個兩個長方形 然後左右這樣移動 OK 那所以我們就要去setup這個東西 那這個其實是怎樣set的 你會問的 那我們可以偷看一下CSS 其實後面這個 紅綠藍和白色這個 是一個背景 因為它說Anime 這個Background Position 你們聽到的話 那所以它是一個背景 那為什麼背景會有兩字式的 當然第一可以做圖片 第二你就可以好像我現在這樣 setgradient 這樣 滾下去你看看 其實這個Item Red 或者其他這兩個 那它都是有一個Background Image 是一個Linear Gradient 那其實就是一個 紅綠藍去白色的gradient 只不過gradient的位置 那個Point都是50% 所以中間就是一個Sharp的漸變 就是沒有漸變效果 那邊有一條很Sharp的線 那這個顏色又不來設定 即使用Program Code 你打個顏色 打個Code 就可以了 那你做完之後 那為什麼它會是會移動呢 那你就會按下去 你去看一下 那個Background Size 它Background Size 是幾代 100個VW 即是說其實它的背景 這個gradient的闊度 不僅只有這個Box 那麼少 它是整個Viewport那麼闊 即是說其實這個顏色 背景的位置 現在我畫到 大概這麼大 100個VW 然後中間斬開 那一邊是紅色 一邊是白色 那現在這個情況OK 是這樣的 應該 只不過它後面突出 其實這裡是有它這些紅色的 只不過你看不到 那為什麼它會這樣靠著這一邊呢 就是因為我現在將它那個Background Position 的X 即是它水平的對齊 我設定在右手邊 即是這個Element的右手邊 所以現在的背景 即使它本身是這麼大條 是不是 然後現在它因為要靠這裡做開頭 所以背景其實它是這樣的 即是它去到這裡 然後再回來 然後這樣 然後中間這裡斬開了兩字色 這個就是它現在靠右對齊做出來的效果 接著我做Hover的時候 我將它這個Background Position X 的Right 我將它的對齊變成對齊這一邊 對齊這一邊的時候 那個顏色色快就會是這樣的 即是這麼大約 然後它就會在這些位置斬開 所以你會看到那個紅色是會過來了 所以你將那個Mouse Hover它的時候 它就會做出這個Animation 其實我只是改變它那個位置 做了這個Trick 接著再加上那個WebKit 那個Background Clip 那個Test 按著它 它就會只是透到文字出來 所以只需要你背景的幅度 其實是不是100VW 沒有所謂 最重要是長我這些字 讓它完整地蓋上去 如果不夠闊的話 它就會斬了一半 很噁心 OK 那我們現在就把那些Code 打進去你的CSS 好 回來的CSS 首先我現在會去設定 我先設定一個顏色 為了方便去看 所以我會在這個 就是NavigationItem 這裡有一個生括號 在它後面 我會點Item Item Red 剛剛改名 先改名 先做紅色 它的Background Image 會是Linear Gradient 對不對 就會是ToWrite YHT 然後有什麼顏色 我Copy顏色編號 F12069 然後50% 斬開那個位 所以在中間Sharp Cut 然後去白色 6個F 也是50%那個位 OK 給它一個分號 然後Save 我們過來看看什麼樣子 這就看到 明顯 5050這樣去分 但是你看到 它現在靠左靠右也好 因為它那個背景 剛剛好 是這一塊的尺寸 但是 不夠大 所以我們三塊都一次過要設定 這樣 所以我會在上面這個Menu Item 那裡打一次就算 將它Background Size Z肥一點 Background Size 對 懶得不打字 100個VW 那麼寬 然後高度沒有所謂 所以Auto Save它 它就長了 那現在它的Default 就靠這邊的 這邊叫什麼 左邊 所以你看到它已經蓋過去 但是我們又不想 所以我們就要將它那個Background 那個Position 的X 對 Y我們不設定 即是想下次怎樣貼都是這樣 對 那倒轉它貼是Write Save 過來看看 它馬上白色這一邊 搞到字又看不到 OK 不過不要緊 接著 那些Background Repeat 因為如果你設定它太小 它重複 它就變成一格格 所以那些Background Repeat 我為了不會有問題 那些我都打定是No Repeat OK 這樣 好 就這樣 那你就會看到這樣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現在我不想這塊東西 那麼大塊的時候 那所以我就會用剛才那個 我會用WebKit的Background Clip 這樣斜 WebKit 不是斜 我會橫WebKit 因為這叫Prefix 然後就Background Clip 它有 然後用Test OK 那你這樣Save 沒有東西看著 你只會看到它透了下去 那如果你想看效果 現在你當然 你靠右 那它會白色的 那你白色變白色不一樣 那如果我把它comment走 按Save 然後refresh 你也看到它也是白色 但如果你的畫面可以放彈 你看到其實它的邊 有少少顏色 有少少紅色的 因為那些處理畫面的時候 那些字 它有隻顏色在這裡 所以其實我們要做多一件事 就是把這個字 它本身有那個顏色 設定透明 那所以有一樣 設定的顏色 我們用Color 那我們不給它 我叫它Transparent 透明 透明 refresh 你就會看到 那字在這裡 下面那些我還沒設定 所以透明了 那字什麼都沒有了 那所以這個就搞定了 那當然 uncomment這個write 先 OK 那變回白色 那跟著 那我們就說 要把它Hover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把它移動 那這樣 所以我按下 就會打 Dot Nav MenuItem 母號 Hover的時候 那 那 就會改些什麼 改這個 Background PositionX B-A-C-K PositionX 上面是Right 所以這個是Left Save OK 接著過來Refresh Mouse放上去轉了顏色 是不是 因爲其實它移動了過去 但是移動了下去 要有些時間才是Animation 那所以我們留了一個什麼 Transition Time 那所以我在上面 還沒Hover之前可以加的 那就是加一個Transition 過場效果 那給它多長 你自己去計算都可以的 那我1.5秒 跟著有條Curve 那條Curve 我不會打過來了 那我直接Copy and paste 等它E成漂亮 這隻 OK 那很快 那它就會做到這個效果 那當然下面兩隻字沒有顏色 爲什麽 因爲我未設定它的Background Image 所以我會把它 我直接Copy結果過來 不打 反正都是打Color Code 就是你的重點就是要Color Code 我Delete前面那些才 免得不長 因爲那邊的Code 我generate出來 所以它Default會打得好齊 是的 那綠色的Code是這個 藍色的Code是這個 OK Save了 然後過來Refresh 你就會見到3個Effect都做好了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CSS做到的動畫部分 然後剩下 彈開Menu的部分 就要JavaScript 好 過我們的JavaScript 那裏 你看到很多字要打 好像 其實就不多 好 開頭的時候 然後我們要在Step1 它就說要設一個Variable 就去這個Navigation Bar的State 那其實爲什麽 因爲這個Menu的按鈕 我們按了它 打開了 按了它 收起來 那我們要有一個東西去記下 它是開了還是刪了 那所以我們要選一個Variable 那當然我用 Check CSS Check的高度可以不可以 那其實是無所謂的 都可以 那這個簡單一點 那我們就直接設一個Variable Save 它是True Enforcement就算了 那所以我會 Let navigation is expand 就是它是不是打開了 那一開始它應該是收起來的 那所以第一個 就是在False 那然後下面這step 我就會逐個逐個 用Function的形式 包開它 我不打完 跟著再和你們拆 那所以我們會先在下面 打好那些Function 跟著要用的時候 在上面DocumentReady 做Function Call 那所以先做了第二個step 就是我們要設一個Function 令到那條Navigation Bar 懂得打開 可以嗎 還有我們要先把Default 直接設定做收買 那我們先做了一個Function 不要緊 OK 那我們Function Function名叫做NavigationBarExpand Pand OK 跟著沒有Variable 設定了 跟著就內容 好那我會做一個if的checking 就是check多一次 check一下究竟 這個isNavigationBarExpand 這個東西 它是不是false 如果它是打開了的話 我們就不做事了當然 那如果它是false的 即是它是沒有打開的時候 我們就expand它 所以我就會check一下 if這個東西是false的時候 這個navigationexpand 這個function是false的時候 我就會做一件事了 我就會淺乎好 淺乎好 淺乎好 然後我要做些什麼 把剛才最外層的nav 它的height 就set做多少 100個vh fullscreen 跟著set上它的css內容 為什麼黑色底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所以我會把css裡面的background color 然後按下 sett做 轉錯字 collr 這裡沒有cookins好恐怖 然後rgba 0 0 0 1 黑色 除了轉色之外 我們也會把menu這顆menu變成close 所以我做了一件事 淺符號 找個什麼 記得一個class名 然後在哪裏 Copy沒有打 很怕打錯 nav toggle Paste 然後就會把HTML 內容 轉為close 然後 還有現在的粒就是黑色來的 黑色的黑色是看不到的 所以一樣要把css css轉一個屬性 就是文字顏色屬性color 把他的顏色轉為白色 OK 然後做完這堆東西之後 記得要把 這個 NAV is expand 這個值要改改 將它由false變成true 即打開了 完成了 步驟就打開了 我們試試看有沒有效果 看了 我們refresh這個網站 咦 未有東西看 因為我們未有onclicklistener 在這個Tocco onclick 所以 Document ready 在Document ready 第3個step 我未做收了 但我先 加了個listener 給他 選符號 選 NAV Togo 這個 Copy 上來 記得加點 即使Copy 遺失了 按什麼 Click 記得後面我打定分號 然後 Copy function Copy function callback function if 我查很多次 if這個 NAV is expand 是true的時候 它就會call 稍後收了那個 功能 未打 所以我名字都不打下去 跟著 那我就會call哪個 那 NAV expand 這個功能 對 就是 它detect到就會走這堆 save 過來refresh 你看到它變了黑色底 不如你按回頭 因為我們還沒收藏那個 再看一次 refresh它 按它變了黑色底 為什麽 為什麽它 東西仍在 原因是因為 CSS我沒有把 Default的狀態 收藏 所以我過回去 Style.css 我們找回 properties 就是關於NAV的 看上去 這裏 你會見到 Heist 我都打好 在這裏 那你comment走 這個100VH那個就可以了 comment走100VH save 然後refresh 你看到它高度現在 150 按按的時候 它會變黑色底 而且高度會變高 Exactly就是現在這行曲 將黑色底 然後100VH 同時變了close字樣 打開 未收得 所以 可以收藏起來 其實是一樣的 你準備定copy and paste Function 那我今次叫做NAV的 collapse NAV 跟著 COLAPSE collapse 一樣沒有parameters 那其實那堆東西 你可以這樣copy 這個 然後copy Paste下去 漏了 整個if copy 試試 那 True的時候 即它打開了 你才可以做collapse 那所以 Delete了前面的感探號 然後高度100VH變回 150個px OK 跟著 Background color 現在黑色 我們要將它的 透明度加回 所以RGB VA 最後那個1變回 0 然後不是close 這次叫做menu OK 顏色一樣轉為黑色 123456 OK 跟著記得這個 Variable都改回它的值 False False 這樣 OK Save 記得上面這裡的if 要做一個function call 這個是true的時候 你要call下面這句句 所以copy Function名 在這個if 補回 按下去 OK Save 跟著過來看 打開 打開 那它就會收買了 Menu字都轉買 Exactly就是下兩行曲 由高度本身100VH變回150個px 小了很多 跟著背景顏色由黑色變了做 黑色 透明 跟著 Menu的字樣由close變回做menu 顏色由白色變回做黑色 記得轉回Variable的State 這樣就做到我們現在的效果了 當然還沒完成 Click這些按鈕我們都還沒做 好過去我們的 JS那裡 補上Click的按鈕跳 下去 所以我一樣會開個新的function給它 去處理這件事 我叫它scroll to elements OK 跟著今次parameter我要做點東西 我想一下我要做什麼 我要做兩個功能 我要 按這些 這些IV來的 它不懂得 跳頁 Default 所以我要做了一件東西 當我detect Click它的時候 OK Click 每一顆鍵 所以我要加一些listener 進去給他們 加onClick 跟著 按完之後 收到menu bar 跟著 跳去 即 那個 不同的session 就是底下 紅綠藍的幾個session 所以我要做了幾個session 我逐步逐步來 所以 我們這個function 首先要加一些東西 我click進去那塊 menu item 當然你說我會加三次 OK 如果我們想抽進去做一個function 處理的話 我們就 在做這個function之後 告訴大家 我今次要click哪顆 這個就加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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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會接收了這三個東西 所以在parameter 我會設定一個parameter 叫做menu item 只是名字任你改 然後 我上面記錄 按一個按鈕 會跳到哪 跳到目的地 叫它做target OK 然後我就要做事了 首先 我們說 我們click在哪個按鈕 我們暫時的代名時 叫它做menu item 是不是 不論click哪個都好 暫時 這個program 我不知道什麼 所以我先叫它做menu item 所以我會在menu item那裡 Doc 按 接著 開關鍵戶 加個 collect listener 給它 OK 那就call back OK call back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收到menu 所以我就走回剛才這個 收到menu function 這樣call它的名字 OK collapse 首先收到menu OK 跟著 我們就要animate scroll下去 那一下 我們找 JQuery幫手 JQuery 要animate哪個function 如果要整版 scroll的話 要animate body 和html 所以 錢 符號 裡面 HTML 和body 兩個都 然後 Doc 因為scroll下去 是動畫效果 先補回分號 animate什麼呢 animate的屬性是要開關鍵戶 所以我這樣補 按下去 animate一個屬性叫scroll top S C R O L L 然後top 這個東西其實在JQuery的解釋就是這個elements 相對應於HTML body 其實就是頂頂 頂頭 如果我的網站這樣滑到頂 這個位置就是零了 然後我這樣滑了一下 其實它移動了幾百個pixel 其實那個東西就是那個scroll top 所以其實我們要 把scroll top 即是把我現在在滑的 頂頂的直 去到 這個elements 就是紅色這個東西 這裏 可能他這裏格了多少 可能是我當你640 640的話 其實我就是要把現在滑的數值由0 它自動移動到640 我會自動scroll 所以我只要animate scroll top這個屬性 那scroll top到哪 貿號 scroll top當然是我們的目的地 目的地 我怎樣才知道目的地的scroll top是多少 相對應scroll top的直 JQuery有什麼幫助的 就是它的offset function 其實就是它現在 我自己 究竟距離頂頂 差距離四邊 所以 offset我們就會拿它top 今次我們要拿它的頂 這樣我們就會animate animate的時候 除了這裏包住animate的屬性 你可以很多的 除了scroll top 你改天顏色 改天其他都可以 你喜歡自己 加 然後這個大括好之後 我們要加一個豆豪 然後給它一個時間 即是一樣的animation需要時間 這次我來用 1000 1000就是一秒 這樣就去做一個scroll的動作 OK 我們就設定好這個function 好 豆豪漏了 難怪它不停選擇我 這個是第一個parameter 然後豆豪另一個parameter 其實跟上面一樣 中間用豆豪隔開它 好 save它 然後滾上去 我們找個位置做function call 不是你的function就不會走 永遠都打幾百萬行 沒用的 好在這裏 有個位置我叫你call function 所以就叫它的名字 它的名字叫scroll to elements scroll to elements 它是吃兩個parameter 你還記得的 下面 一個叫做menu item 一個叫做target 兩個都會是jquery的object 為什麼我直接用了on這個function 用了offset這個jquery的function 所以首先我就要尋找這三個東西 即我要逐call三次 OK這個叫做item red 即是還記得我們的 這裡item red Coffy過來沒有打錯 OK跟著一樣jquery的object 所以我要付款符號 開關括好它 裡面就 select item red 這個就是第一個menu item jquery的object OK跟著 第二個parameter給一個豆豪它要調整到哪裏 調整到下面紅色藍色的一塊塊的東西 HTML 其實就是下面這裏這三個session 我用ID改了名字 Session Red Session Green Session Blue 所以我copy它的ID 跟著就一樣用jquery的方法 這樣跟著 正號那次ID save card 這個就是scroll to 紅色粒應該會work的 我過來 refresh一下 好跟著按開menu 然後按下大角 讀下去 收藏了menu 它就馬上scroll了下去 那暫時後面兩顆就沒work 所以 一樣的啦 你都看到了 copy and paste 然後我把結果直接paste 因為 真的沒什麼特別 咦 為什麼 這樣 就把 item red 變了green blue Session Green blue save card 然後refresh 跟著menu 按紅色 本身紅色 然後綠色 錄進去 然後藍色 錄進去 基本上它的function就做完了 不過你看一下script.js 你會看到其實我漏了step4 那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我 開頭的時候 原來comment 走了那句句 所以它一直都沒有走到那些功能 所以我忘記了這件事 那就是 在dramatry這個網站 menu bar的時候 除了你擺 擺著mouse上去的時候 它會轉顏色 那些字 你會看到其他 沒有被選擇的menu item 會變淡色 其實我就是在做這件事 其實就是為了dramatry 那些去尋找 DOM的方便之處 為什麼呢 如果你看回HTML 這三個menu item 都是li 它們都包著了在ul 例如我這次 捉著green的話 其實red和blue 其實跟它來說 屬於兄弟姊妹 就是它又不是包著它的parent 也不是它裏面那些東西 所以是相同的 在DOM的tree 和一個 級別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可以去detect 我們加個listener 如果我們的mouse 在green上面 的時候 那red和blue 幫我變透明 離開的時候幫我還原 其實就是這幾樣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listener 加進去這幾個東西 然後 你就 不用每次都打 那個red green blue 打三次 你節省了很多 所以我這次就去做這個功能 好過去script 那裏 然後我就寫個功能名 FUNCTR 我叫它做menu item的effect 非常簡單 這次沒有parameter OK 然後 錢符號 然後select 那select什麼呢 就是select 三個東西 這個navigation 的menu item 我copy 然後記得補回一點 classman OK 那它是什麼 我要給它 Event listener 所以是它按 按什麼 按mouse Enter 先進去那時候做一些東西 好今次的callback我要找他的東西 所以我要給它一個event 平時不打是不用的 我就不打 那我要做什麼 找 我現在 放 即是mouse 上去的 兄弟姊妹 那所以 錢符號select event 的current target t a r g e t 現在我讀那個東西 不是他 是他的 siblin 他的 兄弟姊妹s i b l i n g s 找他的兄弟姊妹 然後把他的css 的透明度 改造0.2 opacity 把他改造0.2 OK 然後 copy 為什麼 因為 mouse進去 mouse就會離開 所以把mouse enter 變成mouse lift 然後把他的透明度 由0.2 變回 1 OK 那就做好了 記得 Function call 這個 menu item event 你可以在上面 Document ready的位置 call call 然後save 過去網 這個 refresh 開個menu出來 倒下去 那你就會見到其他 都會變 淡色 然後你按下去 都會一直完成 那他也是會繼續 Violet 按按 Acus 沒一控制 但是г 不會互相影響 這些就是我們整個聯手 就知道了